這個禮拜其實那個長橫哥有點類似 那只是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這些字它出現在哪一個地方 我們沒辦法知道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能夠知道這些關鍵字 比如說像什麼道啊、德啊、有啊、無啊有沒有 那這個佛啊、天啊、人啊有沒有這些字 到底它出現在哪些章節裡面 那我想要再去深入裡面看的話 那如果假如你剛剛是用字評分析的話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 它一個字一個猜出來 那你如果要看前後文是可以看得到 這前後文這樣看也不太OK 所以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切換到前面這個 叫道德經表格這裡 所以最後呢我們大概做了四個按鈕 那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四個按鈕分別就是 如果假設要篩選 所謂的篩選是查詢 查詢某些關鍵字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關鍵字輸入 那可以把它恢復 另外除了說呢 篩選的功能之外可以格式化 比如說我把它用個底色變成黃色 然後告訴我說這裡面有你要的關鍵字哦 那你就看一看 有沒有我示範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什麼 篩選內文 比如說跳出一個請輸入關鍵字嘛 你就輸入關鍵字 那這個關鍵字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德這個字 或者D好了 剛剛不是有幾個字 它好像沒有在那個數量排名裡面 那我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D這個字關鍵字 到底是不是跟ChargeV上面所講的 它的敘述是相吻合的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關鍵字打上去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哦 所謂的篩選內文有沒有 它就會馬上把那個章節裡面 有D這個字的 這個有沒有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哦 它總total就是這些啦 總共大概就是第一章 第五章 第六、第七 就是這一章節 那只是說呢 當然我們還沒有做到更細 就是把那個字直接指向給你 可是應該還好啦 字沒幾個嘛 有沒有這邊有個天地 有D的才會出現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也會有D啦 天地 所以你會發現哦 看得出來好像它都天跟地合在一起的 有沒有 只要有天就會有D哦 有沒有像這個 應該D有沒有單獨使用的地方 好像就比較 這個是有啦 善地 善地這什麼 OK 然後一般都天地合有沒有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D這個字出現的位置 還有它到底出現時候 是跟哪些字共用 共同出現 然後你會再去分析一下 OK 那最後如果我要把它恢復的話 那我可以再把它 再把它恢復的話 我有寫一個sub 叫做 筛選 復原 不過你說老師那剛剛的按鈕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我跟各位講 特別小心哦 如果你做按鈕的時候有沒有 假如說呢 你會用到筛選 因為筛選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那些列 就是不適的把它隱藏起來啦 其實它不是把它刪掉 它是隱藏起來 可是隱藏起來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列的高度會變 所以哦 如果將來你假設 按鈕做完之後 像我剛剛有沒有 就是輸入一個D之後啊 本來四個按鈕 結果最後變成只有兩個按鈕 為什麼 因為其他被隱藏掉了 OK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哇變得很麻煩 不見了 我按那個復原按不到 有沒有 所以記得哦 如果將來你不希望這幾個按鈕 讓它變形的話 還記得吧 我之前大一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就是你選按Ctrl鍵 再去選這四個 按鈕之後有沒有 然後按滑鼠右鍵 找到物件格式 最下面這個啦 有個油漆桶一直比有沒有 找到它的叫做摘要資訊 裡面有一個選項 叫做大小位置有沒有 不要隨著儲存個改變 因為如果你改變之後 你按又按又按不到了 尤其是篩選它會隱藏嘛 所以這邊改一下應該就OK了 所以第一個 我是輸入關鍵字 然後 然後 我看再得好了 會不會到跟得 就是同時出現 有沒有 這邊得就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從裡面 馬上可以找到這個相關 只是說它沒有把那個字給mark起來啦 那你可能至少已經縮小範圍了 剩下就是你可能要自己稍微再找一下 這個倒殼 這個可能 最好還是可以把它那個 那個字直接mark起來 不然的話你看起來 OK 不過至少已經幫你縮小問題 那我們縮小範圍了 大概有這些 那最後復原的話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那除了說可以用篩選的方式之外 也可以用格式 所謂的格式就是說呢 你不要把我不要看到的隱藏起來 而是把我要看到的用黃色底色 讓我知道在哪裡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得 我再輸入一個得 OK 幫我把它mark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出現的就是有黃色底色的 就表示是有得這個字 有沒有這邊有選得啦 應該有啦 只是說它這個得這個 真的字 可能再找一下應該都有 所以那最後的話呢 它會把你需要找到的字 把它做一個格式 就是加底色 然後把它清掉 這邊有一個按鈕 所以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隱藏不要的 一個是把要的加上底色 大概這兩個方法應該就夠了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呢 你希望在細部的去看 那個經典裡面的位置的話 那我首先跟各位講 我們這邊有四個按鈕 實際上就是四個SAP 那這四個SAP雲端上也有 那我大概說一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是 就是復原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那這個復原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利用有一個方法 叫Auto Filter Auto Filter實際上 對應到的其實就是 我們功能裡面的篩選 這邊有個篩選 這個篩選其實就是Auto Filter 所以你按下去 就表示說呢 它是有這個功能 再沒按一下它就恢復了 所以它這個篩選其實是 就是你有按就是有 沒有按就是把它恢復 所以你復原的話 實際上就是Auto Filter 有沒有 它等於是按一下是有 按一下是沒有 OK 所以那如果你要觸發 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只要跟它講哪個範圍 所以我們範圍應該是 那範圍應該有問題 應該是AE有沒有 到多少 到B的看一下 Ctrl向下 所以應該是82 所以這個我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B的82才對 那後面加一個Auto Filter 這樣就OK了 就是把它做 這個復原 OK 那如果 第二個 如果假設要去查詢的話 所謂的篩選內文 有沒有 我按下去之後 它會彈出一個輸入方塊 那個輸入方塊的話 實際上就要Input Box 所以我可以 有沒有 跳出那個Input Box 那我讓它顯示什麼字呢 請輸入關鍵字 有沒有 所以我輸入一個D 那這個D的字 就丟給前面X 那這邊也注意哦 如果你假設要查詢的話 其實也是利用這個範圍 A2有沒有 記得哦 查的範圍沒有A1 記得從A2 到B的82 後面加一個Auto Filter 給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第一個參數是 你要找哪一欄的資料 我要找的是B欄 所以你給2哦 有沒有 這個範圍只有A跟B嘛 所以A是1 B是2 所以給2就對了 那後面的話比較 因為我需要找的是一個關鍵字哦 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其實 要敘述你不能說我直接給一個X 理論上 當然如果你只給一個X的話 他就會找什麼 這個儲存格裡面 一定要全部都網核啦 所以你要輸入一個D 他找的只會是 有D只有一個字的資料才會呈現 可是你說老實我不是要全部都是D這個字 我要前後 不管是什麼 只要中間有D這個關鍵字的話 讓我顯示出來哦 特別是哦 這個很重要 不過這個是很麻煩 敘述的哦 這個本來的寫法應該是類似這樣 就是等於星號前後有沒有 然後就把D放進去 有點像這樣 就是 如果你要給一個關鍵字 類似像這樣 就是 等於就是 關鍵字前面一定要加一個等號 然後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後面什麼字 只要中間有這個字的 就幫我呈現出來 但是問題哦 如果你把這個D直接打上去的話 那他會有個問題 就是呢 將來只會找這個 所以我要希望把它變X 所以一樣哦 把這一個字串 切開來之後 把X放進去就好了 還記得吧 我們是放 切一個 放個變數在中間的話是 算號兩個 把D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把X這個變數放進來 因為X變數 你不能直接放在字串裡面 你一定要把它串在字串跟字串的中間 AND符號前後加空白 好 這樣應該就OK了 這樣才對哦 OK 那這樣他就會 把那個你輸入關鍵字幫你找出來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查詢了 那另外有一個是 那個格式化 其實格式化跟篩選不太一樣 但是 大概作用也類似哦 那這個意思是說呢 我們 一樣是把剛剛的這兩行有沒有 一樣把它複製到下方 格式化內容 內文 好 那差別是說什麼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範圍裡面的底色 變成黃色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再取消篩選 把它恢復的意思 OK 所以其實 格式化內文哦 其實只是把 把找到的資料呢 它的底色先變成黃色 然後再把它恢復 就造成有類似像格式化的效果 那如果取消的話 是把整個全部 把它改成沒有顏色 有沒有 Interior color 等於沒有顏色 那就清除掉了 OK 類似這樣 所以 我最後再demo一下 所以按一下 Input Box 請輸入關鍵字 那我就輸入一個 比如說輸入一個D 然後就會把有D的那個章節呈現出來 OK 按確定 有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再按一下 那就恢復了 那格式化的話 其實跟篩選內文 基本上前面的程式一模一樣 一樣的是輸入這個 那差別只是說呢 它是把找到的資料怎麼樣 先找到之後 把那個範圍的底色變成黃色之後 再把它恢復 按確定 有沒有 它好像有閃一下 那就是把底色變成黃的 然後就把它顯示出 最後把它取清除的話就是 這一整個範圍全部都把底色變成沒有 這樣就恢復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原則上 我們就把老子道德經的這個部分 除了可以算它的這個字屏部分之外 我們也做了四個按鈕 記得喔 最後這個 按Ctrl鍵 點這個 然後呢 按右鍵 物件格式化 這邊一定要把它改 奇怪怎麼按鈕都不見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的這個四個 四段乘四碼 雲端上也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二頁的地方 有沒有 剛剛篩選復原 這個我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B B的82才對 有沒有 這一段 是復原嘛 這一段是篩選 那這一段是格式化清楚 這是格式化 內文 不過記得 最後呢 要再把那個什麼 格式化的部分 記得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邊記得改一下 不然的話你這個會 會亂掉 我把這個截圖一下 怕有些同學 那個按鈕都變形 記得這邊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 就是做的按鈕 常常都變形 因為都沒有去改這個功能 有些從事件 有些但 往上 亂放 看 嗯 成功 成功 成功